白車玻璃被砸得面目全非 碎片整個噴進後座 床面觸目驚心 整個噴進後座 整整拉起封鎖線 大批遠景感到現場 因為在這裡 剛剛才發宣槍擊事件 事件在宜蘭東山路上 一家人力派遣公司 在午後上午8點傳出槍聲 我要帶去鎖位車 你就知道車都停在後面 要去後面再回我怎麼帶 有在那邊太怕了 那邊是有槍聲 嫌犯和一名胡姓男子 就是在這個轉彎處 也就是胡姓男子住家後方 先發生肢體衝突 接著往前跑來到住家前方 嫌犯就偷出槍射擊 胡姓男子倒地 右側大腿內側慘重一層 嫌犯是立即投意 胡姓男子中槍後因為腳傷 只能趴著被緊急送醫 事情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因為20萬的債務糟糕 上個月對方才跑到公司弄事 甚至砸車砸店 椅子機車全倒在地上 整個店面滿目撐益 沒想到弄成這樣 對方還是不罷休 再度找上門 直接偷槍傷人 很惡劣 很惡劣 直接過來卡店 忙你先去爬 在宜蘭縣德雲山鄉 將本案三車十人 所有的共犯查檢到案 趙岳昌疾家屬相當氣憤 現在警方也在原山鄉 逮捕到分成三輛車的 實名嫌犯 到底為何要再度上門 都還要等警方 這座進一步釐清 記者林醫生 林秀儀 也輪報導